警方抓到了一个双人窃车集团 随身携带工具到处偷骗了 大台北地区的轿车 得手之后车牌往河里一丢 然后把车辆分解嚣张 车主接到警方通知去领车的时候 发现一台车只剩下一个引擎 真的快气炸了 车主面无表情露出相当不悦的眼神 因为他的车被偷走 早到时只剩下引擎 另一位车主遭遇跟他阴谋一样 在警局里气得大骂 基隆市警方经过多日跟监守后 终于逮捕两名窃贼 可是嫌犯相当狡猾 面对警方的质问一问三不知 警方先将两名嫌犯戴上手铐 接着在车内搜出犯罪的工具 两个人只好扶手认罪 这个两人窃车集团 都会随身携带窃车工具 专挑大台北地区随机犯案 他们会将得手的车子开到河边 先将车子的车牌拆下丢入河中 再将车子解体卖给回收场 警方目前找回五辆失窃车辆 但是有两部只剩下引擎 虽然已经破案 但是车主只领回了引擎 还是损失惨重 中年新闻王一仲 基隆采访报道